谢谢 感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 谢谢各位 今天咱们说的主题是父母 其实每一个人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成为了父母这样的角色 我现在也是为人父了 但是前几年没有这样的概念 我就特别不喜欢孩子 我就觉着我们小区里边那些小孩们 在那乱跑就特别烦人 我记着有这么一回 我跟我媳妇啊在小区里边溜达 正走着呢就从楼上哗一盆凉水 就泼下来了 正泼我媳妇脑袋上 我抬头一看上面一孩子 端个洗脸盆冲我乐 当时我能乐意吗 我说你看着点啊 底下俩人呢 说完这话又一盆泼下来了 那孩子端一盆还这么乐呢 叔叔别着急 一人一盆 谁也别抢 我一看得了 那小孩一般见是吗 回去吧换衣服去吧 换完衣服出来再溜达 又碰见一孩子不让省心 自个儿啊跟那边上在那放炮 人家说小孩放炮多危险 就一个人跟那扔扔扔扔 我都走过去了 后来我一琢磨不行 咱得管管 不安全 我又回来了 我说孩子啊 自个儿放炮呢 你爸呢 上班去了 那你妈呢 也上班去了 哦 来来过来过来来 你炸着我了你知道吗 你炸着我了你知道吗 刚才是不是你在楼上泼水了 你让我认出来了 我倒不是为了打你 我就是告诉你 放炮危险 因为容易挨打 你家长惯着你 我可不惯着你 知道吗 扭头我就走了 不过现在这家长啊 确实惯孩子 跟原来的教育方式不一样了 您比方说吧 我小的时候第一次上幼儿园 我爸送我去的 到了这个幼儿园门口呢 我爸就说 行了 进去吧 他一说这话 我这眼泪刷就下来 哭了 我爸还鼓励我 行了 别哭了啊 三岁了 像个男人一样 我走了 我爸走了 轮到我送我们家孩子 第一次上幼儿园 也三岁 到幼儿园门口 我们家孩子跟我说 爸 我进去了 听完这话 我又哭了 我们孩子还鼓励我呢 哭什么 你都快四十了 像个男人一样 我走了 他进去了 后来上小学了 也不让省心 不好好学习 作业都完不成 尤其是周末 周五老师留的作业 到了周日才写 而且我得陪着他一块熬夜 帮他完成 您琢磨不熬夜能行 现在小学那题多难呀 我会嘛 就得熬夜写 后来我一琢磨 这样不行 我就跟孩子说呀 我告诉你啊 以后周末老师留的作业 必须得周六晚上完成 要不然周日 我就不带你出去玩 说完这话以后 还真管用了 周日晚上再也不用熬夜了 熬夜改成周六了 好 感谢凯文 谢谢 谢谢廷辉 其实这一说孩子淘气啊 我想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回忆啊 你小的时候说话 是不是也这么慢啊 对 我小时候也不着急 你爸妈跟你着急吗 也不着急 你们家都这么慢是吗 我属于是那种蔫坏的那种 一看就是 对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就是在背后给人出主意那种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在大学这个学校里边住 然后学校里边有食堂 那时候还有那种 就是干水井似的 这个井 他们那天呀 正好赶上没井盖 然后我跟一个孩子 我俩上那儿去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知道这里边是妈妈 他说这不干水吗 我说不对 这下边有人者神规 都去对 他说我不信 我说不信 咱俩下去找他去 你去 然后他说 他说那咱得一块去 我说没事 咱数仨数 三二一 蹦他进去 我跑了 我估计现在的孩子 比当年的孩子 其实还是听话多了 对 他不办这种事了 对 所以现在想想 大家像我们同龄人 真得对父母好点 这当年办这些事 太不让父母省心了 啊 道书